今朝有客户问我有没有那种法拍豪宅就是低于市场价几十万的那种豪宅 今天他来了 这个房子一看高的大铁一大门 然后一进来 这个房子是一个法拍房 所以他已经实行到了法拍程序了 卖家还不起贷款了 一进来就是这样子的 他很多的邻居都是基本上在一百多万 非常正常的 他是八十多万 比较便宜二十多万 而且房子状况非常好 就完全没有任何需要修的地方 吊灯 古典的范儿 然后这是一个书房高挑的 然后包括石木百叶窗都是做得非常的棒的 然后这边所有的地方都是石木百叶窗 是蛮古典的那种感觉 挺traditional的那种 然后旁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旋转楼梯 完全都是这样的一个古典的范儿 像法拍一般情况下状况都不好 很正常 那像这种状况很好的就非常值得 那这个地方打开 就是车库 这样的一个双车库 就先关上 然后在这个旁边呢 这边 是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它就是这个吊吊特别的骨骨骨气的这种吊吊 客人用的洗手间都做得这么漂亮 那这边是一个衣帽间 所有的门 这个房子所有的门包括里面这种门都是石木的 而大多数的房子一般里面所有的门都不是石木的 只有这个入户门也就是说去外面的门或去车库的门才是石木的 我们往这边走就看到这边呢是一个早餐厅 那这个灯给大家看一下 它所有的都是这种骨骨骨气的这种感觉 这个灯也是这种做旧的灯 挺有吊吊的 有喜欢这种格调的人是会真心喜欢 而且这个房子有湖景有泳池 这个调调你看 我现在来拍呢是下午五点半 所以它的阳光里面还是很好的 但是因为它这种调调 所以它不是那种特别亮的感觉 你看它所有的灯都是要有一点古香古色的味道 这边呢包括它厨房的这个灯都是这样子的 特别有一个古香古色的感觉 这边呢是有咖啡机 然后微波炉 然后镶嵌室冰箱跟这个橱棍融为一体的 都非常的高端 然后镶嵌室冰箱旁边 这个也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橱棍 全是石木橱棍 所以它用的东西是真好 完全没得说 这样子的一个厨房 真的非常棒 然后它厨房旁边呢是有一个门的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country 装各种各样的柴米油盐 然后这门全是石木门 这边呢就是客厅的位置了 我们当时一收到这个法拍的消息的时候 我就很害怕这个法拍比这个小区里的其他房子状况差很多 所以我们就过来看一下 结果发现这个法拍的状况真的是非常好 你看它这个酒棍做的也很细致 然后这边的所有的台子 橱棍镶嵌似的 全都是石木的 这个橱棍真的很贵 我自己家这个都没舍得这样做 然后再往这边走呢 是另外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你看它客人用的洗手间 它做的骨香骨色 这边还弄了一个镜子 然后这边是一个淋浴间 因为这个门是 这个门就是通向院子的门 所以正好在那边游完泳就可以过来洗澡了 然后这边这个门呢也是一个车库的门 打开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双车库 好这是这边 我们可以去它另外一面看看 就是这样子感觉 我们先去院子吧 因为一楼就是这样的 它这个房子的所有的卧室都在二楼 出来院子 都是贴着瓷砖的 然后这边是种了一大牌棕櫚树 盖住了泳池的位置 这样子的话 湖边就不会看到有人在游泳了 因为有很多人对这私密性的要求比较高 然后呢这边 做的就是室外的厨房 看 这个室外厨房还做了这样的抽烟机 完全就是古典的感觉 我们再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就看到了湖 这样子的 很多客户问我为什么这个湖水不清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清 但是我知道有的湖水特别蓝 特别清的这种社区都是撒了很多药的 所以就会显得湖水特别清特别蓝了 好 现在我们就去二楼看看 好 现在我们就去二楼看看 看一下 这个楼梯很漂亮 空调坏了 这个法拍的空调是坏了 因为法拍嘛它也不会修 然后来这边是一上来就是一个game room game room这边 我看一下 洗衣房 哇 洗衣房给我开个灯一个好 这个洗衣房也是做了橱棍 而且是这种青绿色的橱棍 是用的 然后这边是放洗衣机烘干机的 这样一个洗衣房 洗衣房再往里走 就到了主 这个主卧了 我们现在先不从这边去主卧 从另外 这样拉奖进主卧的地方来 我们先从另外一面 走 然后这边呢 就可以要去主卧了 这旁边是有一个房间的 这个房间也是一个套件 这样一个套件 然后这边有一个淋浴间 然后套件的门口 这是一个衣帽件 这是其中一个套件 我们再去另外一边 这边呢 还有第二个套件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卧室 这个房子空调坏了 其他地方我真的目前没有感觉到 它任何地方不好 装修也是非常好的 拎包入住的这种 过来 这个灯好像也坏了 但是对于一个法开来讲 这真的都是些小问题 完全不是事 实际上它便宜这么多呢 这边就是第二个卧室 然后再往前走 我们就要到这个门是一个储藏室 储藏室的门都是实物的 然后进来就到了主卧了 大家看看 全都是古典的样子 这就是主卧 主卧的洗手间 就是好厚重啊 这个房子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厚重 它的灯就是这个样 不能再亮了 就是这样的吊吊 然后一进来 先是一个浴缸 然后这个浴缸还是电子的按摩浴缸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可以按键的 电子按摩浴缸 非常新 就跟没用过一样 然后按摩的淋浴 哇 然后这边是 做旧做骨的那种台面 然后你看这样子的金属的 一个淋浴头 整体是这样的感觉 我很想知道它这个灯怎么开 哦 开了 就是这样 终于开了 开了漂亮多了 然后包括它这儿放衣服 或者坐一下的地方 都是这样的大理石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 全部都做了石木橱棍的一个衣帽间 这石木橱棍 哇 花老钱了这石木橱棍 这些地方真的是处处展现着 当时这个卖家挺好的 这装修 要是有家具的话 真的会很美 这样 做旧的这种感觉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大橱棍 做旧的石木橱棍 然后这边 也是一个衣帽间 全做了橱棍 光这些石木都少说要十几万了 这就是一个主卧洗手间的样子 然后再往这边走 就到它的马桶间了 它那个马桶间还挺有意思 你看这马桶间 比一般的马桶间都要大一点 然后它旁边这个地方呢 专门是一个这样的 然后它这个马桶间的这个上面 石木橱棍 然后在上面还有一个这样的吊灯 就是它在细节上做得非常的棒 这就是这个房子 然后往这边走 就是刚才我们已经来看到的洗衣房 它是连接着主卧的 好了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这个房子具体位置在哪里 这个地方的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后面就是湖 然后呢 这又是一个带大膜的封闭社区 所以其实整体来看 这个房子非常好的 主要它是法拍 所以它这个价位比较好 它低于市场价将近30万 我们放大地图 看看它在修顿的位置 是什么样子的 这就是整个大的修顿地图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套房子呢 就是在设格兰的这个位置 整体的这一大部分 都是设格兰 但是呢 其实学区最好的设格兰 会是我用黑色的标注的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的设格兰的学区 现在来看是最好的 可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法拍房 所在的设格兰这个位置非常好 而且周边的房子的房价 确实是非常的高 我们可以再近距离地观察一下 这个房子的社区 当时我们想用航拍拍这个社区来 但是那天这个地方禁飞 所以不能航拍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这附近全都是水系 然后都是比较豪的豪宅的一个价格 这个距离比如说到中国城 这是老三样了 每次都是说到这几个地方 这样大家比较便于理解 这个地方到底位置是什么样子 这个地方到中国城非常近 13分钟就到了 我之前还说20分钟到 反正就是非常近非常方便 那到Uptown 到苏州的Uptown也就20几分钟吧 21分钟到Uptown 就算是去医学中心 比方说Medical Center的 我们就说Houston 赖斯大学吧 因为Medical Center 就在赖斯大学的旁边 也就20几分钟到赖斯 所以它这个位置真的是非常的好 位置是这个房子最大的优势 但是这个房子的缺点就是 它的房间距其实是很近的 但是这个部分 房价缺而比较高 房间距近 也是它的一个劣势吧 但是各方面的条件挺好的 然后装修的又非常的高端 有低于市场价30万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地位 如果您对这种房子感兴趣 欢迎在我微信 关注我们微博 联系我们 我们是GG 下期再见了 拜拜